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再跟我多说一点 关于李腾飞的事呗 你问这个干嘛呀 前段时间呢 陈老怀疑李腾飞 跟别的公司有勾结 就让那个姓业子 去调查一下 结果这姓业子 纯属功能事啊 什么也没查出来啊 我就想着 我自己再查一遍 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来 我当着陈老的面 才能狠狠地 删那姓业子一大嘴巴呀 看在你这么对付叶之秋的份上 行吧 你想问什么呀 你说什么 李腾飞的老家 不是晋东县是隋安县呢 嗯 我当时听周 李腾飞的同学说 当时政府要在山上修水库 这才把李腾飞的家人 和全村人牵到了京都 陈老的老家 他也是隋安县 这么巧吗 哎 李腾飞是哪年出生的 哪年出生的 嗯 好像是八七 八八年 你确定是八八年吗 那怎么了 你已经一诈八八年 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不是 你现在 听我给你分析啊 按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况 李腾飞刚出生不久 他爸爸就去了上海 而陈护生 不是 陈老 就是八八年到的上海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老家 都是隋安县 难道这一切 都只是巧合吗 那问题是他们一个姓陈 一个姓李 那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 也是啊 不过 说到他爸的名字还挺搞笑的 搞笑 他爸叫什么 哎 你说一个穷打工仔吧 嗯 你说没事起什么唐朝皇帝的名字 嗯 他爸叫李世民搞笑了 你踩什么刹车啊 你吓死我啊你 陈老的原名叫陈世民 他改过名字这件事 只有我跟郭夫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郭夫人高兴的时候 还拿他这个名字开过玩笑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那叫飞飞的还那么多呢 那李腾飞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这我哪知道呀 不是 他在你们那儿上班 你查一下紧急联系的人 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哎 你往哪儿看的 我要回家 你听见了没我去哪儿 全在这里了 陈老让你查这个干嘛 不该问的别问 忙你的去问 知道了 不管他干什么 你统统给我记录下来 随时跟我汇报 你要密切注意 跟他接触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 一旦有这女人消息 随时跟我汇报 你 干什么呆呢你 出大事了 走开 出什么事了 咱们俩 又发财了 好 走开 走开 陈老 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来放我了 陈老 是 是这样 我打听到一些重要消息 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 是关于李腾飞 李总的 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呢 上次您吩咐叶芝秋去查他的时候 我不是正好也在吗 那既然听到了 我肯定得给您帮帮忙 替您分分忧嘛 那倒是挺积极的 打听到什么了 我打听到咱们李总是单亲家庭 刚出生不久呢 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 后来死在了上海 那会儿他才不到三岁啊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还用你来告诉我 我还打听到咱们李总的老家 不是进东 而是隋岸 另外 另外 我还听说 咱们李总的父亲 叫李世民 他的母亲叫 李应春 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 我 听不懂我的话吗 赶紧给我滚 我滚 你别生气 我我我我 ras 昨天啊 程老听了是什么反应 有没有脸色都变了 不但什么反应都没有 反而把我骂了一顿 这下惨哪 要是让姓业子知道了 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 你说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 还骂你了 他让我滚 我们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 走吧 傻子 女人的语言 我最初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 这就是稳定的动物 这是什么想法 在不想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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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协议基本上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非常清楚了 什么时候签字 公司准备就此次收购 召开一次发布会 签约仪式会放在发布会之前 时间在下周一 有什么意见吗 没问题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还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吗 暂时没有 太好了 正事总算谈完了 你们以后有安排吗 都这个点了 咱们四个好不容易聚到一起 一起吃个饭吧 我请看 又是方便面啊 先欠着吧 等忙完这阵了 让你请个大头 走了 老大 余总还有什么吩咐 咱们儿 小心的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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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监物 小心的监物 这什么意思啊 飞鸟进梁工藏 狡图死人 做狗 这十二个字你还不明白吗 谢谢啊 大雨 大雨 你怎么不把实话告诉他们 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出口 真不知道我倒是怎么想的 会用这招对付老大 他真是这么说的 可不是吗 我觉得大雨说的挺有道理的 鸟进工藏 咱们可真得小心点 你以为我没考虑过吗 那 那咱们 如果陈呼声只是想利用咱们打败 于碰月的话 那的确像他说的那样 咱们需要考虑后务 如果陈呼声的目的 不只是打败于碰月 而是要继续把市场做大的话 那咱们的存在就有不一样的价值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还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 这块市场可以说 是我们四个人共同做起来的 现在他们俩推出了 你我二人 就是这个行业当仁不让的领头人 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也是公司资源的一部分 像陈呼声这么精明的人 是不会轻易舍弃的 更何况咱俩又不是摆设 这两年做了这么多事 行业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只要市场还在发展 它就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 只要鸟不被射进 工就永远不会被砸 可是咱们受制于人的感觉 真的太难受了 真的 放心 主控权还是在咱们手里的 再说了 他利用咱们 咱们何尝不是利用他呢 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 我们俩得花多少时间 才能做到现在的成年 有得必有事 既然咱们选择了这条路 就只能按照这条路上的规矩走 怎么 这还没签约的就膨胀了 还是要请我吃牛排 别说我现在有钱了 就算我当初没钱的时候 我咬咬牙也能请你吃得起这顿牛排 再说了 有美女大律师商链与我共计满餐 对我来说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管他欠留不欠缘 臭屁 真的没有 小玉 说真心话 这两年 你跟我一起征战沙场 对我不离不齐 我知道 这一杯酒 真的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但我还是想说 你怕我吗 你怕我吗 开玩笑 谢谢你 小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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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突然这么正经 我都不习惯了 好像是羊子 出去 说真的 你们兄弟之间 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聊一下 怎么不能一直这样吧 有些事不能连强 神奇此人吧 来 喝酒 喂 您倒怎么样呀 可以啊你 我这儿就一碎嘴 倒了一个多少池了 菜点都不少 惊喜万万讲了半天 我一口没吃上 一直在说什么 他兄弟那些破事 秦淮呀 梦想呀 透霉心地喷了我满脸 害得我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 别提了 我以为他压得多有钱呢 弄了半天就是个破打工的 浪费我时间 待会儿去酒吧呀 我飞着腾腾宰他几个 行啊 行啊 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先带他过去 过了啊 怎么了 你得看吧 我刚才在厕所碰见 杨自在的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在跟他朋友打电话 说要把杨自在的酒吧去 狠宰他几刀 那不就是酒托吗 是啊 这个杨 臭毛病一点都没改 见着姑娘至少就变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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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这项目 一年研发 两年上线 三年垄断市场 四年哥们儿就纳斯达克 这么厉害啊 俗话说得好啊 鸟随鸾凤腾飞远 你愿不愿意跟我比一双飞 就看这次机会呢 这俗话又说得好啊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这次机会可不是谁都有的 你好好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不好意思 我看看电话 来 你先看 有事吗 没事 那个 我商学院的朋友 那既然没什么事 咱们都吃完了 出去走走呗 走啊 走 走走 走 走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咱们去前面那家酒店 坐会儿吧 不用去前面 就 这儿不挺好吗 就在这儿喝吧 不是 这家酒柜 咱们还是去前方那家吧 这附近你这么了解啊 杨欣伟 不是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这你个谁啊 这是我 我妹 是吧 妹 是啊 哥 妹 你个头啊 姓杨的 你家三代单出来 你当老男傻 你骗鬼呢 不好意思 手抖了 杨欣伟 你是 他是谁啊 姐夫 他又是谁啊 你好意思吗 我妹还没从月子里出来呢 你作个人行吗 不许个爷爷爷 手抖了 杨欣伟 这都是谁啊 杨欣伟 走 你一男一女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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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孩子小半角都都问了 真的 你们俩真的演得太像了 真的 杨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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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跟他眼睛那太像了 连我都不信了 真的 不是 我不信 你臭毛病 杨欣伟 杨欣伟 杨欣 还是没改 你能不能承受点 杨欣伟 杨欣伟 谢谢你啊 都是兄弟 说什么谢谢啊 那个 没什么事我 没什么事我 我就先 先走了 姚子 那个方圈 我还给你留着呢 怎么了 真不打算回得住了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那片天空 那是多大的风 它吹不散彩虹 至今最好的重逢 看别沧桑眼中 还藏着少年的懵懂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我的心中 被嘲笑的天空 谢谢 我宣布 北漂生活网母公司 润海科技 正式收购 北漂房客网母公司 FB公司54%的股权 此次签约仪式圆满成功 接下来是记者提问时间 请问李总 贵公司收购公司以后 北漂房客网是继续单独运行 还是与贵公司旗下的北漂生活网 进行合并 在我们的计划之下 北漂房客网将在今天晚上正式关闭 并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的用户资料对接 今后我们将以北漂生活网的方式 继续为大家服务 北漂房客网这品牌将暂时已与风险 请问为什么不继续使用 北漂房客网这一品牌呢 这是考虑到我们需要一个 统一的对外形象 但是在未来 并不排除有可能会重新启用 请问余总 作为北漂房客网的创始人 您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你把孩子卖了什么心情 我现在就什么心情 请问余总 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打算 以前没钱的时候有时间 有时间的时候呢又没钱 现在我既有钱又有时间 当人跑舒服的地方待着去了 请问余总 房客网还有几个小时就正式上线了 请问您有什么话想对您的用户说呢 其实我们几个做了一个特别的版面 想说的话就在里面了 稍后会通过网站呈现给大家 那这个特别的版面 具体是什么内容啊 这是一个秘密 等晚上八点 特别版面上线的时候 你们自然会看到 请余总 听说你把这次股权所售出三分之一的收入 都分给了仍然追随您的员工们 这是真的吗 你们不愧是记者呀 什么都瞒不过你们 没错 他们跟了我这么久 造了那么多的罪 吃了那么多的苦 可以说 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 跟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把公司卖了 就必然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请问余总 您觉得北票房客网 已经完成了它历史的使命吗 好 行了 行了 到此为止吧 嗯 好 这个嘛 忍者见仁 智者坚持 好了 谢谢各位 非常地感谢 那此次发布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怎么这么快啊 怎么这么快啊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午餐 还有精美的礼品 稍后呢休息一下 我们还有重大的消息要发布 谢谢 谢谢各位 重大的消息 去看看 走 不好意思 又抢了你的戏 没关系 早就习惯了 其实有时候 配角比主角还要出彩 只可惜他们往往只出现几次 而真正的主角 才会关注人全剧的时钟 好吧 接下来 就靠你这个主角 自己在太阳眼了 我先退场休息休息 千万别演砸了 好多人可都盯着你了 放心吧 我怎么会演砸 还是不会大领带 祝贺你 真心哪 谢谢 这 这个余蓬月 把我们的发布会 变成了他的主场 那些记者 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之前有没有打过招呼 行了 这些都是李总安排的 我不太清楚 行了 不用了 是推脱责任 小老您千万别生气啊 今天再怎么说 也应该高兴才是 余蓬月那小的没了公司 他算个屁呀 他算个屁 你怎么不想想 为了跟他打了一台 我们花了多少钱 为了收购他们 我们又花了多少钱 我们花了 陈老 李总说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您上去给大家讲两句 好 你说 我马上就去 好的 陈老 来 来 来 怎么自己一个人呢 他们呢 他们说要忙着准备晚上的网络告别一事 就先回去了 所以就把你一个女生留这儿了 我本来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的 这不看着东西挺好吃的 关键还免费 我就想说那吃饱了再回去吧 看来渔翁月这几个月是真不给你们发工资啊 原来以为他最多乘一个月 实不像吧 差一丁点 我的小金库跟信用卡就要报废了 未来怎么打算 如果想要一张长期饭票的话 不放来我这儿 多谢你的好意啊 可是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律师事务所吧 当然不是 我有我的梦想呀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律援助律师 刚好最近有一家私人的资金公司联系到我了 就希望我能加入他们 从事一些跟法律援助方面相关的工作 我答应他们了 那 你跟我约知道吗 我还不跟幸好怎么跟他说呢 我对了 晓月 说 有一句话我藏心里很久了 今天不管什么结果 就当了聊我自己的一个心人吗 我 唐飞 来 不打扰你了 晓鲁 好 都准备好了 开始吧 开始吧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天 一个是你的生日 另一个就是你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 对我而言 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 就是北漂房客网创立的那一天 FB公司 强力了 一直以来 我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骄傲和自豪 安德广沙千万千代 现在也是我一根强 然而我所骄傲的 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创了历史 我所自豪的 也不是因为彼此获得了成功 是因为我找到了一条路 一条让千千万万北漂 从此不再漂泊 心血相连 没有人能比北漂更了解北漂 我们千里迢迢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 求行 求发展 求金与求财 都是 我们来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 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离开了不水的父母 踏上了这片 寄托着我们希望的头 每当 我们因为工作而心理交错 因为思念家乡 思念父母 而感到难过的时候 我们多想有一个小小的港帽 能够暂时抚回我们的内心 给我们的温柔与希望 给予我们继续追求 梦想的力量和勇气 我深知你们的心声 北漂房客网正是在你们内心呐喊中诞生 在你们的支持下成长 在这座小小的港湾里面 我们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分享快乐 共团通道 一起坚守 一起面对 一起呼吸 一起奋斗 二哥 加油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看着太阳 每一天从地平线上升起 看着自己每一天离梦想 越来越紧 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路走来 这条路虽然很艰辛 但却很难忘 很精彩 在这里真的感谢大家陪我们度过 这段美好的时光 太阳 终究会落下 但终究 会再次升起 再过一会儿 北条房卡网就要下线了 有无奈 有不甘 更有不实 但是我相信 这条路没有断 又不会断 它已经深深地欠见了 我们每一个北条人的新顶 离开 并不代表结束 而是标志着新的开始 我真心祝愿 一直以来关注 支持 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用力 每一个网友 每一个北条人 在这里祝愿所有在大程序中 为明天拼搏的劳动者 祝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 为了实现梦想而吩咐不息的生活 愿你们都能够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 找到属于自己的成果 请记住 拼搏 没有主意 梦想 不会告别 我只是想办法 嗯 还是要 男子 都不想办法 当初 手 怎么样 李总 那边怎么样了 点击量持续上升 一分钟前同事在线人数 已经超过十五万 已经超过二十万了 这个余峰月总算是萧婷了 她可是个难得的对手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甭管她怎么浪 她也是死在了沙滩上 笑到最后的还是宁朗 陈老 我敬您一杯酒 这什么酒啊 庆功酒 一日同盈 请功酒 装之为愁 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受 肝撒惹歇 起高了 真有你的 谢谢 谢谢 你马上去公司 给我盯着点 放心吧 陈老 和余峰月总算是 不愁 让她留意 你咱尝你帮我 你也在买儿 我自己和余峰月总算是 我自己和余峰月总算是 还是我 北漂防控网的数据 转移多少了 只转了不到百分之二十啊 怎么会这样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这两天 北漂防控网的这个访问量 注册量 发帖量 一直在增加 那这下线前的一个小时 增加了五万注册 想想看 真是后怕 幸亏余总答应把公司给卖了 要不然咱们哪家公司 还不知道逗到什么时候呢 行了 别感慨了 现在大局已定 抓紧时间转数据 好 既然余鹏月 把责任交给了我们 咱们就得干得更出色 好 好嘞 喂 妈 你怎么这么晚了 还打得不过 腾飞吗 我是你张柳叔 你妈她 我妈怎么了 你妈她这两天 一直觉得不舒服 说是心口疼 偷我进城的时候 帮她带点药 这药我家里还有点 今天吃过晚饭 我说先帮她送过去 谁知道一进院门 发现她晕倒在院子里了 我妈她人呢 我和翠里人一起 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 医生说 她可能心脏有毛病 说是要动手术 陶飞啊 你快回来吧 你妈她闭着眼睛 都在喊你的名字呢 我知道了 六叔 我马上回去啊 麻烦你跟医院说一声 用最好的药 找最好的医生 这里治不了的话 咱们就去县里 去省城 来北方市 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 多少钱就行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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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瞧你有事 我今天有钱 对对 我说李总 李总 李总 这可是陈老刚告诉死的 帮我跟陈老几个家好吗 我妈她病了 我得回老家一趟 不是 还不几家 回老家 不是 那这边工作怎么办 现在正式要紧的时候 你 你这不是辜负 陈老对你的信任吗 这是工作 没我也能进行 但我妈我只有一个 喂 六叔 腾飞啊 这你医院治不了 我们现在送你妈 去市里的人民医院 你一会儿啊 直接去人民医院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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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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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六叔 医生 他怎么样啊 目前来看已经疾病稳定了 不过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哎 对了 他的家属还没到吗 应该快来了 哎呀 我给他打电话 他手机关机了 你可来了 妈 妈 你母亲的病还是挺严重的 这次手术只实现暂时帮她脱离了危险 并不能彻底跟穿隐患 要想好起来 还要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 还得手术啊 那 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手术吗 全国能做这类手术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专家 所以我建议你 还是带她到北方市去看看 我妈这情况 她什么时候适合追患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下个月就应该可以了 记得和那边的医院提前联系好 别到了再现场 另外 钱的方面 要赶紧准备起来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医生 这个大概得花多少钱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没有医保的话 少则四五十万 多则六七十万 反正不是个小数目